聚焦国际焦点评说东西时事 欢迎锁定聚焦东西 我是天侠 在以色列以一己之力吸引全世界的焦点 反思战争关注平民的时候 在中国却上演着另一幕完全相反的剧本 贸易连接成为主题 这是被称为超过马歇尔计划的 过于雄心勃勃的中国策略 没错 中国重新打造的新的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已经10岁了 英国BBC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 改变世界的失败与未来的文章中表达 称在一带一路提出之时 有媒体将它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现在在10年之后 仅仅从数据上来看 结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 截止到2023年6月 有1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中国与他们的贸易额从2013年的1万亿美元 翻倍增长到2万亿美元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总投资超过3000个项目 非金融类投资达到7859亿美元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大部分都成为了当地的基础设施 比如港口 铁路 桥梁和工业园区 这些现实令西方集团恐惧和担忧 他们原来完全没有重视一带一路 会真的如此成功 但现实令西方和曾经的殖民宗主国们 自愧不如 因为在作为宗主国的几十到上百年里 他们应当投资建设和打造的殖民地 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许多殖民地民众始终一贫如洗 但是中国居然做到了投资建设 并成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似的工程 比如希腊债台高筑的时候 从2009年开始 希腊国债危机导致整个国家的财政 都受到欧盟的强制监管 与此同时 它的港口也经营不善 难以为继 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都不看好希腊的港口 只有中国愿意投资 最终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最黑暗的时刻 接受了中国的注资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成为它最大的股东 经过中国这个基建狂魔的加持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 已经成为东地中海最大的港口 也是欧洲第七大港口 成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转运中心之一 像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比比皆是 比如被崇山峻林卡住的老挝 从一个陆索国 也就是没有出海口的国家 由于中老铁路 实现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联通 从昆明到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 可以实现招发息质 全长达到1000公里 甚至在建造铁路的过程中 中方还替老挝清除了美国留下的 上万枚残留的炸弹和地雷 西方的致命遗产终于被拔除 因此实在很难被抹黑的一带一路 被西方称为债务陷阱 似乎是中国故意诱补他国 但事实依据是 美国已经从1980年代初的全球最大债权国 变为债务国 美国曾持有全球27.5%的债权 现在的中国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债主 持有30.4%的全球债权 美国仅持有2.4% 但实际上 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 许多都是渴望吸引投资 无技术 无能力 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的国家 即便是美国和欧盟自己的基础建设 其实也是满满的痛苦与效率低下 比如美国铁路不仅不先进 每天都有火车出轨的事故 美国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类似中国的高铁的技术与项目 另外在西方眼中一带一路的罪状还有 不实现西方意识形态体系 没有推广自由民主与人权 而且居然不干涉主权国的国家政治 居然尊重主权 那也就是忽视了人权 没有依照西方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式 有专家分析其实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 是离岸平衡的制衡策略 而一带一路则是相反 采用联通交流的合纵策略 一组分一组合真的是天壤之别 不过中国也不是为了赔本赚腰喝 当一个国际慈善家 中国商务部数据2023年1月至4月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是516亿元人民币 承包工程合同为2039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合同总额是投资的4倍多 承包合同本身就净赚3倍的投资 而主要投资国家为新加坡、印尼、越南、马来西亚 塞尔维亚、泰国、柬埔寨、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和老挝等 有正向的地缘政治影响的友好国家 增加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副产品 最后也是非常令西方关注的是 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 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直接的合作 已经用行动来解释什么是没有止境的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中俄之间的贸易已经增加了30%以上 俄罗斯石油的三分之一出口中国 中国的汽车大举出口俄罗斯 占据俄罗斯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其实选择战火还是贸易 选择分裂还是联合 都是世界各国政客和选民的决策 一带一路十年 再试图说明的就是中国关心的是如何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任何其他 副产品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 贸易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和军事实力的增强 则是每个国家都可以为自己期望的美好未来 如何选择大家都有充分的自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提供多一种选择是我们的期望 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